关于牛油果油 最多人问的问题是 牛油果适不适合煮食 或者高温煮食 究竟它是不是健康的油呢 如果你有这些问题 你就来到对的地方了 Hi 大家好 我是John Health Coach 欢迎你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未精细的牛油果油的烟点 是在190-250度 精细过的大约是在270度 烟点都挺高的 但是 是不是这样就适合高温煮食呢 我在很多视频 都已经强调过这一点 单单提烟点 是不足够你决定 那个油 是不是适合高温煮食 我们还要看的是 油的稳定性 那就要看牛油果的脂肪酸造成了 它的脂肪酸造成 最主要的脂肪就是Oleic Acid 油酸 大约有60% 油酸是一种 单元白白和脂肪的Omega-9 都是橄榄油最主要的脂肪酸 单元白白和脂肪 可以令高温 又可以降低坏的LDL胆药 牛油果油的 多元白白和脂肪都很低 这是我们选择食用油的其中一个条件 原因是 第一 食用油越多 当然不饱和脂肪酸 就越不稳定 还有不定得意 第二 我们要减少促进发炎的Omega-6 所以我之前的视频 都有讲到 哪一个食用油适合油炸 牛油果油 都是其中一个 适合高温煮食的油 去高一点油稳定 牛油果油 符合全部煮食的频道 所以 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了 拜拜 开玩笑而已 其实牛油果油 未必是你想到这么好的 如果你有看我上一集的油理真好 我有分享过这个 关于油的稳定性的研究 其实如果你仔细的看 你会发现到 虽然牛油果油的 多元白和脂肪酸是低 但是它的稳定性 只是包括它生产的 极性化合物 Polar Compost 和它的氧化稳定性 Oxidative Stability 表现比我们想象中差 我就Send过Email 给一个报告的研究员 问他们 为什么牛油果油的表现这么差呢 他们就说 因为特级初榨银银油 比牛油果油的抗氧化高很多 所以 导致牛油果油的氧化稳定性低 和产生比较多的 Polar Compost 还有其他原因 例如油的收藏期 都会影响油的质素 虽然 牛油果油 没有特级初榨银银油那么稳定 但是它们比很多高Omega 6的植物总之又好很多 牛油果油是不错的 不过 现在消费者面对的更大问题是 我们在外面卖的牛油果油的质素 有多好呢 有三个重点要留意的 第一 是高需求 高需求 就等于可以买得贵 大家都知道 有高价值的产品 就会吸引到不诚实的商家 一切都是为了钱 在2020年10月 Food Control发布了一个报告 验測了市面上的22款牛油果油牌子 7款特级初榨 9款精济 还有6款没有标明 又没有精济的牛油果油 报告确认了 有2款特级初榨牛油果油 和1款写着 Pure Avocado Oil 里面都参加了大豆油 而大多数的Sample的质量都很差 7款特级初榨的牛油果油中 有5款含有高Free Fatty Acid 油脊脂肪酸 代表这些又是已经被分解 而9款精济的牛油果油中 有6款含有高Peroxide Value 代表它们已经被氧化了 有可能是不适当的储存方法 或者摆得太久 用了损坏 又或者腐烂的牛油果 又或者用了比较极端的加工过程 而导致的 看到这个报告都不奇怪 牛油果本身的全球需求 已经很高了 你认为那些商家 还会拿好的牛油果来榨油吗? 随便拿一些困难的果来榨油 再精济 然后卖出去 你买牛油果你都知道 买10个可能有3-4个都已经烂了 就算是好的牛油果 你切开之后都很快样化变色 所以报告又提到 是极其需要Urgent 去制定牛油果油的标准 来确保消费者可以卖到高质量的牛油果油 好像特级初榨减林油 有特别的机构和认证 来确保它们的质量 牛油果油在这个市场 始终都太新了 第二个要留意的重点是 很难找到微精济的牛油果油 我自己本身就比较 prefer微精济的油 因为少一点加工 和微精济的油 会比较多抗溶化 但是我发觉很难找到 微精济的牛油果油 由于牛油果本身都容易烂 果肉都已经没那么新鲜 所以拿出来的油 需要精济过程来 脱酸脱色脱臭脱溶化物质 在iHerb找到6款牛油果油 只找到一个是未精济的 如果你真的想试牛油果油 又不介意精济过的话 我就建议这4款 它们虽然是精济过 但至少它们提煉的方式 都没有用过吃星的用剂 而这个牌子就没有写清楚 它的提煉方式了 但是三个要留意的重点是 价钱 精济过的牛油果油 和被认证的特级初榨减林油的 价钱都差不多一样 有些还贵的特级初榨减林油 所以要买哪一种你就自己去决定了 有些人买牛油果油 因为很多人说它烟点糕 所以适合用来油炸 我以前都会买它来油炸 但是后来发现 其实还有很多更适合油炸的油 所以我在这个视频里 又教你在这堆食用油里 选适合油炸的油 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就可以看这个视频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就给个like 订阅和分享出去 我希望大家可以长回自己健康 达到身心健康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拜拜